为了提升南投县划川轻艇选手更优质完善的训练环境 中央与地方排除万难 热潭水上运动训练中心终于落成启用 让这些选手们有一个很安全和舒适训练的场所 包括他们休息室也都免能免患 所以以后的成绩可能应该会更加辉煌 未来水里山工将负责训练中心的管理维护 除了提供南投县各级划船以及轻艇选手们水域运动训练以外 也提供技大台体大国家代表培训队训练场域 进一步提升台湾的水上运动经济实力 我们在热潭水域能够过去曾经为我们国家训练出奥运级的活手 相对于在我们的硬体设施更完善 让我们未来的选手能够有更完整的训练环境 相对的也能够栽培我们基层教练 还有选手一步一步的为我们国家争光 终于要来落成了 让这些小朋友训练的选手 这种崭新的建筑物包括地下一楼地上三楼 有中央训练室选手教练休息室教室餐厅船库等 让选手们有安全无语的休息以及训练的环境 长期以来我们水里山峰代表我们南投县对外的比赛 成绩都非常的优质 更值得说我们来关心选手运动员还有教练 他们的起居他们的住宿还有整个环境卫生都要让他们有一个暴障 能够集中在这边而且更有这个一个范围跟秩序 另外再提供给我们运动选手来做这个训练方面的器材 日月谈水上运动训练中心落成启用之后 设备不足的部分 县府也表示将会持续向体育署来申请经费 购置各项设备完善训练与教学环境 培育更多优秀的水上运动选手 为国家以及南投县争取更多荣耀 记者邱平一 于此采访报道 的 也许多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